针对东台人民医院院内感染事件 5月27日中心社记者实地探访了涉事医院 据中共东台市委宣传部微信公众号东台发布 看发通报称 东台市人民医院确认饼干病毒感染69例 专家组调查认定 此次事件是一起因医院院内感染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原因造成的院内感染事件 给予东台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和分管副院长免职处理 5月27日下午2点左右 记者来到了涉事医院 该医院血透室设在住院部B楼三楼 血透室被划在独立的空间 在经过医院的允许下 记者穿上了鞋套后有序进入血透室 记者在现场看到 血透区域内摆放着约20张病床 10多名患者正在接受血透治疗 我们在国家省 银城市 调查组的这个 专家的这个调查认定啊 这是一起由于医院感染管理送宪 这个医院感染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导致的一场医院感染聚集失禁 它包括这个在整个血液进化中心这个里面 有布局不合理 流程不规范 人员匹配不足 培训不到位 愿感制度像守卫生啊 物表消毒啊 这些都没到位 导致的一个综合性的东西 杨茂诚称 对于69名被感染患者的治疗 医院与对患者成立了一对一的服务小组 给予积极的心理疏导 同时对患者均采取免费治疗方案 我们是人民医院的党委书记院长 分管院长已经免责了 对患者的处理是积极的治疗 这个我们已经跟患者成立了一对一的服务小组 给予他积极的疏导 然后让每一个服务人员记录下他的诉求 然后在这个跟他保持这个凝落 我们的治疗方案呢 是在这个省江苏省人民医院 江苏省传染病医院专家组拿出的这个方案 我们现在给他是这个免费治疗的 东台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曹国平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过这起事件 主管部门要深刻反思在工作上的薄弱环节和短板 目前所有的干者都在接受积极的治疗 而且我们这个治疗方案是经过省专家组确定下来的 这个治疗方案对饼干的治愈力在95%以上 作为我们主管部门的主管科室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痛心 我们要痛心思痛 要反思我们在工作中 要拿着薄弱环节 要拿着短板 我们要把院干工作 这项工作要长假不屑 要扎扎实实推进 要把这个把风行防范在未然 目前奢侈医院秩序正常 血头视力患者正在接受治疗 患者病情稳定